我是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 欢迎收看胡侃 台湾所谓总统蔡英文 十日上午发表双十讲话 在谈到两岸关系时 她的语气被广泛认为是近年来最软的一次 她声称不会冒进 表示有决心维持两岸的稳定 还强调了愿意共同促成有意义的两岸对话 然而蔡英文讲话语气的软化显然是策略性的 一段时间以来台海局势严重恶化 解放军实施了一系列明确针对各种谋独动向的高强度实战演练 台当局挑衅导致战争爆发的风险急剧上升 蔡英文政权已经站在了悬崖边上 美国并没有在这一危机关头给蔡英文开保卫台湾的空投支票 而是闪烁其词 一方面空洞的表示履行与台湾关系法所规定的对台义务 一方面指出大陆确有使用武力阻止台独的决心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奥布莱恩在一个最新表态中 要求台湾自己变成一只狮子不愿意吃的豪猪 意思是台湾的事还得台湾自己办 在这一轮三方罕见的力量和意志展现中 大陆方面明显占据了上风 大陆正在为打击台独的军事斗争 进行实战级别的全面准备 绝非虚张声势 民进党当局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华盛顿也看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蔡英文她是被迫缓和了讲话的语气 她和民进党的谋独路线撞到了反分裂国家法的墙上 但我们切不要以为他们的态度会从此改变 那是不可能的 蔡英文当局通过实施激进路线打赢了选战 如今国民党的一些人也有了效仿民进党的动向 民进党怎么可能政策大逆转呢 我们不能天真受蔡英文讲话语气的迷惑 蔡英文所说的对话是以两国论为基础的 我们要的是两岸和平统一 他们要的是两岸和平分裂 如今局势紧张 他把对话当作橄榄枝伸出来作秀 实为缓兵之计 试图欺骗国际社会 谋取同情 蔡英文要想开启两岸有意义的对话 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回到九二共识的原点上来承认一个中国 这是民进党上台之前两岸和平共处八年的真正政治基础 蔡英文当局破坏了他 然后他想用一些扶辞虚言替换他 这一图谋绝不可能得逞 民进党当局呢 忘乎所以走过头了 整个大陆社会也看清了 这是一群不吃敬酒 只吃罚酒的机会主义政客 大陆对台军事斗争的准备已经全面拉开 军机绕台飞越海峡中线 以及接下来飞临台湾岛上空的可能性 随时对台军开火进行压倒性反击的决心 这些呢是台当局唯一能听得懂的语言 大陆社会强烈要求保持对台军事高压 老胡相信国家呢也一定会这样做 谢谢